有了世界以天天榮幸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喬治亞人對上喬治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指揮演地形 這場比賽是YO對上Balance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的三點鐘發香的YO YO這邊的地形看起來還算是可以 沒有到說非常差 因為他後面有塊石頭 喬治亞人最重要的就是石頭在裡面 這張地圖看起來開局石頭就有差異了 可以看到Balance的石頭在外面了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喬治亞的文明特性 喬治亞的文明特性是他的騎兵會自動回血 而且點下金冠阿斯諾騎兵 騎兵的戰鬥人口也會減少一些 意味著你騎兵可以越出越多 喬治亞人後期打法比較不適合步騎作戰 但是他的馬攻路線也是有玩家會用的 有安血人戰術雖然沒有母子環但有三級射 那他的衝車部分呢有工程工程師 也有這個重頭也是不錯的 喬治亞人教厲害的東西喔 還是他的寶兵莫娜斯帕喔 每七隻的騎士或莫娜斯帕 都會增加一點莫娜斯帕的傷害值 所以喬治亞人算是現在的馬國的文明之子喔 這場比賽呢也可以說是文明之子的內戰 馬國文明之子 也算是版本之子 喬治亞人呢他的玩法不只這樣子喔 他還可以打這個強化教堂 打這個僧侶戰 雖然他僧侶對戰的時候不是那麼的強 但是拿來招搶敵方的單位還是可以用的 他的強化教堂呢每一個放下去之後 18格內的村民喔 都可以獲得10%的工作效率的加成 所以YO呢這邊大堂城堡斯帶喔 跟班安斯喔都是要蓋一堆強化教堂 增加自己的村民的產生效率喔 好前期兩邊都是肉馬配槍兵的開局 那可能前期也達到不會有太多的一個變化 好兩邊齊兵都在互打 血量都會慢慢增加 可以看到這邊血量慢慢增長 好左邊補了一個市集 現在班安斯已經透過買賣升到了城堡斯帶 YO這邊稍微落後了一些 好這個城牆圍得很不錯 加上這邊肉馬又多扛了幾刀 好但是這邊市集已經幹的有點慢 來不及透過買賣升上去 但沒有關係 時代稍微慢了一分鐘而已 好班安斯現在已經補下了品種跟一級攻 由於帝國戰爭模式的關係 一開始村民就很多 直接可以跳過封建時代 好那現在兩邊的血量是有點差的 YOW的血量比較多一點 這裡要是品種一好 血量會非常多 好變成455滴血 再來班安斯這邊點一下耕種技術 起兵沒有補 再點這個起兵科技 新起兵也沒有升級 這邊直接補下了城堡 可能要直接轉莫達斯塔爾 清起兵甚至可能不會升級 好YOW這邊也是上億人挖石頭 直接補了3TC 沒有第一時間補城堡 而是城鎮中心先開農 YOW在後面繼續用肉馬給對方壓力 這邊繼續給 一直打牆一直爽 但是莫達斯塔爾出來了 這邊清起兵 也不是清起兵 肉馬可能沒有辦法給到更多壓力了 因為這個 莫達斯塔爾近戰防禦力有天生3點 所以肉馬打一下也只有3滴血 如果再點下個2防的話 哇這個近戰防禦5點 肉馬怎麼打都是1滴啊 好 好 肉馬斯塔爾現在是數量慢慢堆了起來 但YO是比較慢蓋城堡那一幫 肉馬斯塔爾的累積數量會比較慢 但優勢呢是3TC 早早就補下了 所以現在存不住可以慢慢反超 巴拉斯這裡 好 那現在強化教堂一個一個補下 已經補了兩個了 當然兩邊的工作效率就可以大幅提升 那巴拉斯這邊的強化教堂 現在目前只補了一個 中間這個位置而已 那左邊可能要再補一個 剛剛講完就補了 這就是喬治亞的一個配置的細節 你除了開農之外 強化教堂盡可能的兩邊分開起來 那其實有一個很好的判別方法 那就是你可以觀察這個強化教堂的射程 這一圈的另外一個這一圈 兩邊不要重疊 這個工作效率就會最好 或是剛好重點是可以的 就是線剛好重點是可以的 所以這個強化教堂的一個蓋法細節 大致上是這樣的 你也可以這樣子對照起來 兩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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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就可以讓這個強化教堂 工作效率獲得到最好 有些玩家會不會覺得說 這個強化教堂有點難去判別 到底怎樣才可以讓強化教堂的效率 達到最好 那其實只要看圈的部分就行 好 YO這邊是補下了一級馬卡 冠安石這邊數量來到16隻 YO現在是10隻 兩邊都是用莫拉斯帕去空地圖 來搶生物的一個環節 但這個生物來不及 甚至連招牆都來不及 選擇直接放棄 好 生物稍微招翔 但是招的是殘血的莫拉斯帕 沒有招到 當然這兩個生物已經離自己家裡越來越近了 現在YO要打贏聖物戰的話 莫拉斯帕出道再更多一點 喬治亞現在打正面的話是有優勢的 20隻的莫拉斯帕了 攻擊力來到了12加3 但是YO這邊只有12加2 數量上有一個弱勢在 好 現在Balance已經點下了帝龍的時代 哇 雙TC速帝王 果然還是很快就可以到帝王了 好 第三個成任東西在點帝王的時候補一下 這個也是我們的西班牙會影片裡面教的 雙TC速帝王的策略 OK 那這邊城堡應該是蓋起來 還有20% 上方的 弱拉斯帕狀 正面城堡重點蓋好 收村 好 問題不大 現在看起來 YO時代上也是落後了一些 那生物戰來說 現在是有 YO好像拿到了優勢 生物現在拿到了兩顆 好 第三顆生物還在上面 所以YO這邊生物是比較優勢一點點 OK 先把生物搬回去 現在前程科技也補下 有點能抗招翔 當然只升到定文時代 馬上點下了金銳升級 金銳瑞莫娜斯帕 防律可以變成5點 5加2 近代防律7點的一個能力 待會升到三防就有8點 坦度相當十足 而且攻擊力 就是正常的 這個優俠的14點傷害值 所以莫拉斯帕為什麼會這麼強 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莫拉斯帕的缺點就是血量少 害怕見死傷害了 所以如果遇到喬治亞的大量莫拉斯帕的時候 還是要靠槍邊 當作獨立 欸這個怎麼手撕城堡後 突然用後面更突然開戰了呢 可能巴拉斯覺得自己的莫拉斯帕跑不了了 想要用金銳版本打沒有金銳的 這個Wile也是有金銳版本 結果沒想到他對方 Wile也是即時升級的金銳版本 直接送光自己的所有莫拉斯帕 那右邊這邊直接上了一個萬里長城 把後面的區域給圍好了 沒有想到巴拉斯這邊送的有點 有點意外喔 然後瑟波常常不會打 結果怎麼回頭開打 OK Wile這邊現在是轉出了更多莫拉斯帕 那我個人認為 在於馬國對決當中 誰先轉出槍兵喔 誰就是最有優勢的那一國 Wile應該在升級槍兵了 OK 這邊槍兵補下 一擊的步兵鎧打一點了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喔 是因為騎兵對決當中 況是駱駝跟遊俠對撞的情況 不管是哪一方 誰出槍兵喔 往往都有成本上的優勢喔 壓力防守會更小 即使你是遊俠補 你只要轉出槍兵 對方只要正面一來打你的時候 你有槍兵走在家裡 你的遊俠可以去外面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槍兵對決 在於馬國對決時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轉兵過程 那如果誰先轉出槍兵之後呢 那誰先優先轉出火槍死喔 誰就更有優勢喔 所以就是會變成說 遊俠轉槍兵 槍兵轉火槍 火槍之後再轉 槍兵 戰錨之類的 但戰錨可能在對決來說的話 戰錨應該是最後的選項 所以就是會變成說 戰錨會克制對方的火槍跟槍兵的時候是最後出現的 所以現在這個階段來說 誰有槍兵誰就優勢度越大 OK 那現在莫拉斯帕的數量來到62隻 傷害已經來到緊繃22點 傷害14加8 這就是版本之子 傷害最可怕的地方 那WOW這邊其實也是喔 但是這個數量已經可以來到了傷害最高 但是數量上明顯是劣勢 但是WOW有槍兵 到底是槍兵數量多有優勢 還是莫拉斯帕多A就完事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 這一波明顯是80的數量優勢喔 62隻的數量身太可怕 直接把兩台巨頭順利拿下 這個城堡可以守住 那我覺得在莫拉斯帕寶兵對決的情況下 誰能保持住最多的寶兵 城堡的話 是最有優勢的 所以你的城堡不能一味的往外插喔 像WOW這樣全部插在家裡喔 其實是一個很好打寶兵的方法 像是你要打烈提斯 立陶宛啊 或者是喬治亞的 不是喬治亞 這個伯恩帝的馬上清裝兵喔 都是需要這樣子把城堡放在家裡喔 去讓自己的城堡可以安心的活下來 只要有城堡的話 就有更多的寶兵可以出 但是這樣地圖來說 其實石頭可以挖掘的非常多 喔 結果這個也怎麼 槍兵直接硬吃呢 巴拉斯這邊大約60隻的莫拉斯帕 直接吃掉槍兵 但是槍兵吃完之後 這個莫拉斯帕 已經正面全部屬人吃掉了 怪怪的 這個硬吃不太對 好 那我們開頭講到 喬治亞人的馬攻路線是有安息人戰術的 所以打槍兵其實很適合 所以現在巴拉斯這邊只要轉出馬攻配槍兵的話 就可以完克YO這邊的配兵組成了 不管是槍兵或者是莫拉斯帕 都可以藉由馬攻加上槍兵組的作為解決 但是現在要轉型成功的話 資源是非常吃的喔 那現在可以看到Wild的資源量其實比較多了 甚至點下了銀罐斯萬塔 那斯萬塔可惜點下之後 就可以讓劍塔獲得奴炮的串燒效果 那我覺得這個是劍塔單純殺傷來說 是最強大的文明 甚至我覺得超越了朝鮮 跟日本的傷害值 畢竟擴散傷害的效果 比這個單體的傷害還要來得重要 比C帝國是一個大軍壓境的一個遊戲 那你這個斯萬塔點完之後 只要劍塔時間夠多 也是可以瞬間秒殺大量的部隊的喔 好 巴拉斯後面又補了一個城堡 突然意識到城堡一直往前補 不是太好 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喔 OK 城堡往後補 那這樣子城堡就可以比較安心 可以繼續踩出穆拉斯帕 那巴拉斯這裡是已經優先轉出了火槍喔 那馬攻路線稍微轉了一下 但沒有繼續轉 反而是回頭轉了這個火槍路線 喔喔喔 因為他一開始本來就是要走火槍喔 不是走馬攻 馬攻並沒有提升 但有三級射 這個三級射提升就有點納悶了 也不是要走戰喔 OK 下方這裡有一坨 但正面這個巨頭還是被偷掉了 哇 兩台直接被衝衝衝掉了 巨頭再次解掉 三橋架正面的莫拉斯帕 數量明顯不夠 哇 這邊支援三個支援多2000多的庫存 防守是還不錯 經濟也很好 好 敲這亞 巴倫斯點下了公會制度 紅族內戰時候轉兵更為重要 所以你知道你有我有大家都有的情況下 那誰可以先轉得出來 那更為可怕 欸 欸 結果還是走安息人戰術了 OK 那還是要走一個馬攻喔 好 火槍來到13隻 應該是夠用了 火槍的話通常是10到20隻或25隻喔 我覺得DPS上限就差不多 因為再上去的話很容易就會同時激火一隻喔 反而讓自己的火槍變DPS不是那麼高 所以10幾隻的火槍我覺得是剛剛好的 而且不會過度出火槍 造成自己的正面部隊不夠的問題 好 那現在莫拉斯帕 4次對312隻 兩邊突然開戰起來 但對方的槍兵有14隻 後方的火槍輸出開始 開始開打 但是正面的莫拉斯帕果然數量不夠 火槍開始要被貼上 莫拉斯帕開始衝後排 後排的火槍 三槍拿下了一隻 火槍定數量還是有點不太夠 莫拉斯帕越補越多隻 YO這邊補莫拉斯帕速很快 陸根城堡一直在按莫拉斯帕 好 現在馬弓開始轉型 有點一下精銳升級了嗎 複裝馬弓 看一下 馬弓騎兵 看起來是沒有點精銳 好 只差一個精銳升級 馬弓就能升級好 好 做到馬弓馬上補下 哇很快喔 35秒就可以研發好 好 YO等一下安息的戰術 難道也要轉 馬弓嗎 但是也轉了裝甲步兵 那這個裝甲步兵是在投資下去 不確定是不是好事喔 對方是走馬弓配火槍 但是沒有轉槍兵 哇 巴拉斯居然是捨棄了 正常的不齊作斷的一個流程 槍兵直接放棄 放棄槍兵之後 正面真的有點扛不太多 這個莫拉斯帕的數量真的是有點多 反正是有轉槍兵的YO 打法很單一喔 就是不齊作戰 然後轉了斯萬塔 大使劍塔也要成型了 哇 越簡單的作戰方法 往往可以獲取更好的效果 就是這麼一回事 好 後來我剪下了進射孔 莫拉斯帕的數量來到61隻 槍兵現在數量來到10隻 好 正面的莫拉斯帕是讓我來到了32隻 現在巴拉斯正面也明顯扛不住 而且木頭非常缺啊 怎麼只剩7個人在拔木啊 這個木頭好像沒有很穩定的區域嗎 上方只剩下一些木頭可以挖 好 這邊大量拔木 大量採食物 但是食物卻不是這麼的重要 因為自己並沒有更多木頭可以轉馬弓出來了 但現在莫拉斯的話也可能要再轉線出來才行 好 少量槍兵稍微擋一下 可以看到這邊大型劍塔串燒效果開始有了 但是並不多 好 現在巴拉斯蓋起了萬里長城 直接為死 這個為死還不錯 好 兩台巨頭繼續開拆 下方的莫拉斯帕衝了進來 正面只有少量的火槍跟馬弓 這一波應該是守不住 這兩台巨頭 後方大量莫拉直接衝了出來 上方這個城門 沒有問題 但是Wile衝不進去 Wile的大衝車已經準備好 好 後方的莫拉斯帕出量明顯不夠 好 巴拉斯好像快要擋不住 要轉馬弓卻沒木頭 而且黃金現在也沒有 結果還是回頭產出了莫拉斯帕 Wile這邊是繼續單純的爆出莫拉斯帕 看來這一波轉兵 最強的東西還是槍兵 槍兵轉完 繼續回頭轉莫拉斯帕就能搞定 這樣支援庫存已經來到4000跟3000 這樣的數量支援應該可以再產個兩三百隻 莫拉斯帕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反正是巴拉斯這邊為了轉型浪費了大量黃金 木頭也不太夠 支援金金已經來到極限 人口數只有128 這應該是最後一波了 哇 巴拉斯一隻的莫拉斯帕 OK 巴拉斯這裡已經沒有辦法 必須給到壓力的樣子 P19隻 最以上27隻 這個差距數量很明顯 就列勢了 好 巴拉斯這邊想要轉大型劍塔 那應該是來不及成型的 第一波 那10%倒了 就要打GG了 哇 現在我們還要直接對萬里長城 蓋了大量大型劍塔給出更大的壓力 哇 這裡好像不行了 莫拉斯帕直接蒸發 兩隻互相出來戳去 巴拉斯這時候打出了GG 我們恭喜YO拿下比賽這裡 哇 最後巴拉斯出了227隻的莫拉斯帕 但同時也送掉了好幾波 前期呢 YO這邊轉出了大量槍 沒有直接戳掉了大約40幾隻的莫拉斯帕 後面莫拉斯帕沒有繼續成型 反正是轉了馬功 但馬功和火槍的防守效果很明顯是不夠的 因為YO這邊是沒有轉出更多的槍兵的 而是又回頭轉莫拉斯帕 所以其實在莫拉斯帕的內戰來說 主軸還是要走槍兵配莫拉斯帕 配這個莫拉斯帕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YO拿下支援上勝利 黃金卻輸了1000 三勝物是由巴拉斯拿下的 但是最後的支援量 基礎的支援量還是落後於對手 可以看到這邊巴拉斯支援已經輸了17000 這個支援量輸得非常可怕 那這也是龜宮 哇哦這邊的強化教堂 插的這個距離是非常巧妙的 我們可以看到 這件強化教堂的射程範圍 跟另外一個強化教堂的射程範圍 是只有稍微重疊的 並沒有完全的疊在一起的狀況 所以可以讓這個強化教堂的工作效率 發揮到最大的效果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